肝不好调肾 心不好调肝 肾不好调肺 三个中程药帮你调五脏 为什么说肝不好调肾 心不好调肝 肾不好调肺 在中医理论中 五脏之间存在着深刻关系 有时候一个脏病了 从他的子母脏入手去调 效果反而会更好 先来看肝不好调肾 中医认为肝在五行属木 而肾在五行属水 水能生木 所以肾是肝的母脏 像有的人存在肝血不足的问题 经常会感觉头晕眼花 眼睛干涩视力下降 手脚麻木抽筋 或者晚上睡不好觉等等问题 那么中医说 虚则补其母 肝血还是从肾经所化 所以这时候光补肝血 就不如肝肾同补 可以参考一个龟勺地黄丸 然后是心不好调肝 这两个脏在五行中也是子母关系 肝木生心火 那像有的人肝是心的母脏 那么有的人心火特别旺 晚上睡不好觉 心烦口渴 同时还会有口干口骨脾气疾的问题 这就是肝火太旺影响到了心 这时候你光去清心火 就不如把肝火和心火一起清 来的效果好 可以参考一个 蟹肝安神胶囊 最后是肾不好调肺 那从五行看 肾属水 肺属筋 筋能生水 那么肺是不是就是肾的母脏 像有的人存在着肾阴亏虚的情况 老是觉得口干舌燥 腰细酸软 头晕耳鸣 同时还有咳嗽 痰比较少 甚至是痰中带血等问题 这时候就需要肺肾同补 用筋水相生的方法 可以参考一个百合固筋汤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但是要提醒大家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我们上面说的方案 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建议擅自用药